大陸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澳洲总理 埃班尼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见面 两人西装笔挺 微笑握手之意 这也是澳洲总理时隔七年再度踏入中国 习近平首先表示 应该从两国共同利益出发 继续推动中澳全面战略关系 一个健康稳定的中澳关系 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也符合地区国家的共同期待 不过习近平还趁机批评美国 小院高墙脱钩锻炼或是去风险 并表示要警惕 再来则是要反对 他宣称中国在亚太地区 不搞排他性小圈子 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 并表示中方愿意和澳洲开展多方合作 应对气候变化等挑战 随后阿班尼斯也在会谈中 重申台海问题 同时强调澳洲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希望能和中方密切保持经贸往来 阿班尼斯还表示为了双方 互惠关系邀请习近平访问澳洲 而习近平同样也表示希望未来 阿班尼斯能够再重返大陆 保持两国对话合作 基于这些理由 中方认为澳洲言行一致 没有历史恩怨纠葛 也没有利益冲突 完全可以互相信任 开始有互惠的互动出现 那最后当然他做了一个重要的 一个决定 就是达尔伦港继续让中方经营99年 这次阿班尼斯访问中国 也让中澳双方关系渐渐回暖 记者综合报道 阿从 阿公 阿公 阿 zwei 阿公 阿想 阿兰 阿公 阿公 阿龙 阿龙 阿由 阿公 感谢观看